我們上下就是今天的這個網頁APP的繼續開發 好那我們那個上一節課已經學到了很多基本控制元件的這個運用嘛對不對 那我們在這一節課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教啊 這個 我們現在遇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今天 呃我們把這個我們用控制元件的時候把所有的這個 參數輸入參數都已經定好了 然後讓使用者輸入 那接著使用者是不是到 輸入了參數到server端進行一些運算 然後接著就回到ui端就給大家看到了對不對沒有錯嘛 那 可是大家想像這個比如說像table maker 這個 上傳檔案之後 這個使用者端可能想要選變數啊對不對 之前我們都沒有做到這件事嘛 商節課那個練習題 我們那個指定使用者上傳來的檔案一定要有一個x一個y對不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讓 使用者去選變數 答案當然是可以嘛對不對 但要怎麼做勒 這樣就會牽涉到一些複雜的循環嘛 使用者上傳檔案之後 先到server端去把那個檔案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勒 知道這個檔案 有什麼變相 再給使用者去選 選完之後 再到server端進行運算 然後再把運算的結果 吐回到ui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在 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同時啊 會這個 ui到server server到ui 這是 標準的作業流程 我們現在是 ui到server server到ui ui回到server server又回到ui 這樣大家懂的意思嗎 好那我們需要怎麼做勒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example好了 好首先喔 我們先一樣齁我們先 把這個 下載這個檔案這個練習檔案這裡 好這練習檔案這個下載完了以後啊這個 我們來看我們先把他這個讀進來試試看 好這就是 之前那一份 標準的檔案 好那你可以做什麼事勒 Linear Regression可以這麼做嘛 對不對 好這樣就可以做Linear Regression了 好那我們現在 寫一個怎麼樣的app呢 我們希望啊 這個使用者可以啊 選擇兩個變數 讓這兩個變數來做Linear Regression 然後把結果把它 這個 就是顯示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ui跟server長什麼樣子 同樣的啦你在這裡先開個資料夾 買app 很之後一樣先複製ui端的 資訊 好14克 ui 那server這邊複製一下 好我們要學新的程式的時候我們先都不要管啊就是反正就是 反正就先按RUN試試看就對了 好按RUN之後你發現現在是不是 什麼畫面都沒有 請你先選擇 上傳檔案 好我們把它上傳檔案 上傳檔案以後你發現這邊什麼他先請你選一個dependent variable跟一個independent variable對吧 我們先選dependent variable假如我選bmi independent variable我選這個collectual 那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就建出一個他自己的先回歸式 然後並且在這裡也有 這個用collectual預測bmi的這個sample圖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你看左邊這裡你看很特別一點是我選了bmi以後 這裡是不是就沒有bmi了 這樣可以嗎啊我選了height以後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就沒有height了 這樣可以接受喔所以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語法他其實還蠻複雜的 他 同時啊這個 就是 你看這兩個變相他心絕 這個 這兩個變相我們先看他怎麼產生 那產生了以後啊 這個 我們要我們要怎麼樣做到這個效果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在ui端他怎麼 做的喔ui端其實非常簡單啊 就是 header panel這個很簡單嘛對不對 那接著 這個 sidebar panel 在這個file input這裡 就是上傳一個檔案嗎這個很簡單 好接著勒接著這個 help text很簡單然後這裡有兩個 我們現在看不懂的東西叫ui output 這個ui output有兩個原件這兩個原件啊 他顯然就是關鍵了嘛 這個ui output 他是不是跟下面這個plot output感覺有點像 他是一個output喔他不是一個 他不是一個什麼input之類的東西喔 他不是input代表 這個東西他是server端運算的結果 這樣知道了嗎 server端運算的結果 以ui output的形式output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下面這裡就是很標準的這個 很標準的output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還好 所以我們來看server端他怎麼運作的 首先data先讀進來 data怎麼讀勒 用reactive這個函數把它讀進來 讀進來以後 大家就共用同一份data 這樣可以啦 好接著來output的chosecultr1 這顯然就是ui端的這個 ui output嘛對不對 看了可以接受喔 來ui output他 對應到的是randomui randomui裡面首先先把data讀進來 讀進來了以後啊如果data不存在就return run 如果有data的話 把cultr1把他抓出來 cultr1把他抓出來 cultr1抓出來以後 output什麼呢 select input 這是不是一個 控制元件 欸我居然可以output了一個控制元件 怎麼output呢用ui randomui 跟ui output 合作去把控制元件 在這個 server端裡面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你server端這個選項 是不是就是跟data的 這個data的這個是不是就是 data裡面的這個cultr1是不是就是連動了 ok 那我們來看 choosecultr2 他有什麼特別的來 昨天data讀進來之後 我們先看有沒有data 並且有沒有y inputy 這個y在哪裡 這個y是不是在這裡 一樣喔就是 你現在看到我在server端擺著 控制元件 他還是input裡面的y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雖然我把控制元件擺在 server端 但他之後會不會 呈現到ui端嗎 所以他還是在input的東西喔 這樣可以齁 好 input的y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什麼都不要return else的話呢 accountless抓出來之後 我們把 不等於 input的y的留下來 剩下才給使用者選 所以 這兩個 區塊 其實就是在外面 在外面這裡 產生一個 select input 然後 原件是y 一個select input的 原件是x 對吧 選擇到了 變相名稱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可以接受之後 我們來看 summary跟 plot 就是很簡單啦 這個 x就等於 input的x y就等於 input的y data裡面的這個變相 data裡面的這個變相 這兩個變相做 linear regression 這兩個變相畫圖 這樣可以吧 所以這個就是 他的 他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 這個邏輯啦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簡單的練習啊 這練習這樣子就是 我們先做兩個 就是連續變相的這個 就是 兩個連續變相 他除了可以做linear regression之外 他應該還可以做correlation 對不對 那這個correlation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correlation要怎麼做啊 這個 要嘛就pearson 要嘛就spearman嘛 對不對 請你用這個層次去改 把它改成 本來是做linear regression嘛 把它改成做pearson correlation 或者是做spearman correlation 用radio button讓使用者去選 好這個基礎版練習 我想基礎版練習不會太難啦 大家應該 就是 呃不用花太久的時間就可以做到了 好如果你 做得比較快的話 我們這一題會給大家 10分鐘 10到15分鐘的時間來練習 如果你做得比較快的話 請你下載進階版的練習檔案 進階版的練習檔案啊 欸你可以 進階版的練習檔案這就是之前我們常用那一份檔案 有egf啊delise這些 標準的example data 這個example data你 拉上來之後 讓使用者選擇 要做卡方檢定 還做t-test 還做anova 還做correlation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全部自動化 那全部自動化就變tablemaker了嘛對不對 就跟那個 就是 結合我們那個 欸就是之前那個 第7課那附近學習到的技術 其實你也可以做到全自動化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先請大家 先把這裡的 UI跟server把它 貼上去然後做一個簡單的run之後 然後來看然後再試著把基礎版練習改出來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這題答案怎麼做啊這個 我們看基礎版就好啦 指定 使用者指定使用PSM Correlation或是PSM Correlation 這個在這裡 UI端首先你就要先加個Button嘛對不對 加什麼勒來加 RadioButton 好這 主要說這是method 然後這個 Please Select 而method 然後我們這邊就 C 然後這個 Pearson 等於 Pearson Spearman 等於 Spear 門 好 然後 結尾這邊需要一個斗點 喔這裡多了一個斗點 好確定一下有沒有拼錯啊我真的有點擔心我自己拼錯 Spearman嘛 Pearson 應該是沒有拼錯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run 好run這裡是不是多了一個 Pearson跟Spearman的這個RadioButton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現在 直接把example弄上來之後 當然是完全不會有改變啦 對不對 欸我再強調是喔我現在的開發流程喔希望大家是 以後要開發說照著我的步驟開發 你要知道就是 你直接去改一階有的沒的東西這個就 這個就很難動嘛對不對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喔 接著我們來看在這裡 他是不是有 這一串是不是 Spearman標準的這個語法 對吧 我們把 我們首先先到server端這裡 我們本來是 LM 然後result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一串 把它貼下來 然後這個顯然要把它改成x 這裡把它改成y 對吧可以接受嗎 然後return 那就不要summering嘛直接return result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再按次run 好 你現在動的時候 欸 為什麼這裡還是LM啊 喔 哎呀太太聰明啦這個 因為result是已經有東西了嘛對不對 好現在當然是你去換這個pearson 可是spearman是 一點反應都不會有的啊 你這邊 因為他現在全部都是spearman嘛對不對 那接著咧這個radio button你要怎麼改到這裡來勒 欸很幸運的這個我們前面那裡 選擇 select那邊是不是就是input 這個method 好這樣是不是看到他是不是會改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所以 所以其實 我們在這裡其實我們根本沒有用到這個random REAR跟 UI output的這個組合嘛對不對 我們只是在這個app裡面 給你示範了一下 怎麼樣去把這個就是 這些東西把它組合起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覺得 基本上如果你懂了之後啊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我們現在來看就是我們下一個 就是下一小節的部分 下一小節的部分這個有點複雜啊大家要仔細聽啊 首先 你先下載一下這個 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解壓說之後會是一個叫UI example的這個 就是一個file 這個file啊大家 這個file可以給我們一個 這個 給我們一個 UI一個server還有一堆檔案 我們把server先打開來看 你會發現這個server裡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跟你們講喔這個東西完全就只是就UI的部分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在這裡我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到底要帶給大家什麼東西 在到目前為止大家在做這個UI端的排版的時候 都只會用 這個 就是 這個page with sidebar 左上角是這個header panel 左邊是這個 就是控制列 右邊是output 很醜對不對 我們現在 要來做一些改變 要做一些排版 那這個排版啊我們先來看一下有哪些 比較重要的參數 第一個是 這個page with sidebar 這個我們早會了嘛對不對 第二個是 fruit page 這fruit page啊 當初我們在學 那個什麼 那個 控制端元件的那個東西的時候 那個example 他其實就是用fruit page fruit page就是全白頁 全白頁我自己加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never page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用 他在上面會有一條這個 選分頁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會用喔 接下來 table set tap set 加上table tap panel 這個東西可以幫助我們開出分頁 這很重要喔 因為 你同一個app裡面總是希望有分頁1分頁2分頁3 依此類推下去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 never list panel 這個是左邊的一個就是 的那個也是分頁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好 fruit row加column 這個非常重要喔 我們有時候一個網頁 我們想要把切割成全都三等份 或是左邊有個比較小中間 右邊有個比較大的圖 左邊有一張小圖 右邊有一張文字說明的時候 你要去切割的時候你就要用到 fruit row加column這個函數 好不好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示範一下 那個是怎麼做的 好 absolute panel absolute panel啊是我們可以在 我們的那個畫面 浮起來一個操控版面 就是有一個浮起來的操控版面 可以在讓我們在上面做一些 修正這樣子 好這就是基本的介面參數 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要講 我們先run 好我們按下run之後 這一個 這是一個標準never page 它上面有三個分頁 可以跟我們做選擇 等一下我們再一個一個分頁看 好第一個分頁 來看的時候 你是不是看到 never list panel 這裡有first,second,third 是在second,third的部分 它還有subpage1跟subpage2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顯然這個非常的多元 多變嘛對不對 好在fruit 如果這裡 它是不是被區割 切割成了三個這個 區塊 這樣知道嗎 然後在absolute 這個 這個 panel這裡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些控制人件 被放在浮出來的版面之上 這裡有一些超連結啊 圖像啊 或者是相錄網頁 這個相錄網頁一直都有一點問題 我把它改一下好了 好看到嗎 這是不是就 相錄了我的網頁 這樣可以喔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never page這裡 在never list panel這裡 first這裡 h1,h2,h3,h4,h5,h6 這個h幾是不是我之前跟你們講過 我要把字 加粗加 大 就用這個h幾 那這是從h1到h6 它的大小之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 語法這裡到底是怎麼樣子 來 首先如果你要用never page的時候 它的結構是這樣子喔 先有個never page 這個never page在這裡 好然後呢 它這裡大括號裡面就是放過很多分項嘛對不對 這裡是標題 就是 你在 這個標題就在這裡 這個never page這裡 你改字的時候它會呈現在這裡 這是網頁的標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它有三個分頁對不對 這三個分頁分別是 Tap Panel 這Tap Panel 好 逗典Tap Panel 2 好一直推下去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它的結構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所以它下面會有一個Tap Panel 這Tap Panel第一個名字 它在這裡 名字在這裡 然後下面就是 這個Tap Panel裡面有什麼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這個Tap Panel 我們來看下一層的Tap Panel 是不是在這裡 Full Roll 在這 這樣可以接受嗎 第三層的Tap Panel在這裡 所以如果我想要再加第四個分頁會不會很難 好像也不會很難嘛 對不對 繼續逗點Tap Panel下去就可以了 只是說裡面要加什麼 我們還要再想一下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Tap Panel裡面 它是不是 Nav List Panel 這裡面 首先 我們看起來這又是一個上層結構對不對 這邊又有三個分頁 好這邊三個分頁 所以我要用 Nav List Panel 把 再開一個三分頁的這個結構 這個三分頁 Nav List Panel 首先先把名字講出來 名字在這裡 對吧 名字講出來之後一樣又有Tap Panel Tap Panel1 Tap Panel2 Tap Panel3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是一個完整的結構喔 這個括號是跟它的喔 這裡面 這個Tap Panel裡面它下層又有個三個分頁的結構 Nav List Panel 放在左邊 好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用Nav Nav Bar Page的話 上面是你的分頁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接著如果你想要用左邊的分頁 分頁裡面有分頁 就用Nav List Panel在左邊 那如果你想要在上面有分頁 用Sub 用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在這裡 Tap Set Panel加Tap Panel 去把它組合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先了解一下它的 大結構 它的大結構就是它的分頁結構要先確定 裡面我們在塞東西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懂我意思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Tap Panel裡面 我們裡面放了H1到H6對不對 然後這Alive是不是有Alive Center跟Alive Right 這什麼意思呢就是 自左自中自右 你都可以 輕鬆要把它弄出來 所以你在這裡看到的就是 自左自中自右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分頁 第二個分頁 它其實就是demo一下 這個 標準 標準字體 出體跟協體 標準字體在這裡 P A List is Standard Form Stro 那P 中間有Stro 它就是 出體 P 中間有EM 它就是協體 那你甚至可以打這樣子喔 我可以給人家 High 好按下Reload 好是不是這個High是不是 標準字體 但右邊是這個 協體對吧 好還在在多在多一些有趣的事 在這個Task這裡 這裡啊我還給他Strong 好看到了嗎 Hi List task is 這個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啊你可以看到 什麼事呢就是 我啊這個EM啊Strong啊 這東西跟P啊它是可以很自由的組合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一串字裡面啊 我希望它哪裡是標準字體 哪裡是 斜體哪裡是粗體 這都無所謂了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我們來看第三個Panel 第三個Panel啊 它這個 它這個TapSetPanel這裡啊 它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不是有兩個Subpage 這兩個Subpage嘛對不對 這兩個Subpage是用 再開一個TapSetPanel 然後把TapPanel把它抓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 抓出來以後來 P 你看 除了Strong跟EM 可以去指定出體協體以外 我們還可以給個SPAN 這個SPAN你可以做什麼勒 Style Color Blue Color Blue這樣可以吧 那 接著 SPAN Style Color Red Red Text Color Green Green Text 在這裡 好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當你知道 你在這裡可以很輕鬆的 遷入這個HTML語法的時候 我們來查一下HTML語法 好我們看一下SPAN裡面到底可以放多少東西好了啦 我們就把它全部加進去 好 你看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Background 我們我們全部把它貼過去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故意往後貼喔 故意往後貼 哎哭吧 哎哭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們有沒有看到 第一個它字變小了 第二個它是不是後面有反彈 對不對 我們這裡把它改成 30 那字就大了 看到啊 好所以說 這個 哎這個字體啊 在 R圓上 就是在那個 UI端我們可以呈進的文字 它其實是非常多變的 你這個上網稍微查一下語法 你就可以把它直接Apply到我們的 網頁App裡面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接著 在Subpage2這裡 哎更特別 這裡啊我們甚至可以直接把 整串HTML語法 把它放上來 你看這裡是不是有 這個 這一串啊它其實就是 這其實第一個就是我可以加 上標下標 是怎麼加的 加底線這邊怎麼加的 哎我們這邊來做一個測試好了 什麼叫HTML語法呢 大家可能搞不清楚啊 這你現在的 你現在所訪問的這些網頁啊 它其實就是HTML語法 我們現在來直接相錄一串 HTML語法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呃我們就來 相錄一串這個 好我們就 相錄這個 我的 呃好我們就用我的網頁好了 好大家看我授課內容這裡是不是有一張 Table 對吧 好我們現在按 檢視網頁人師嘛 這裡是不是看到 哎這顯然就是我的Table 對不對從這裡開始 對吧 我來複製到 好 好我複製到這裡為止 什麼意思哎就是你看了人家網頁你覺得喜歡你可以偷一段欸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喔 好你可能用 單 好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可不可以run 哎看到了嗎 這裡甚至有這個 這裡甚至有這個我們的這個 就是 課程講義啊教學錄影之類的東西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其他部分好不好來 接下來我們在 第二個分頁這裡 Foodroll這裡 Foodroll這裡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 我們這裡總共切割了三個板塊 這邊切割的這個板塊主要是透過Foodroll跟Colent 這兩個東西的組合 所以 你只要在Foodroll裡面啊 你就可以用Colent 去把它做一個切割 這個切割的 邏輯有點像那個 TapSetPanel跟TapPanel 兩個一樣對不對 那但是啊他這裡有個限制 這個Colent後面接的數字 在同一個Foodroll裡面 他總數必須是12以下 加起來12 他用12為單位來做切割 然後你說為什麼是12這個就是 這個設計網頁的人當初定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這樣可以把它弄成 2比4比6 我們再按次RUN 2比4比6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那如果不足呢 假如說2比3比5 這樣是不是不足 哎呀跑的有點慢 那超過會發生什麼事我們來看一下 2比5比 6超過 超過他就會跑到下面去 這樣懂有意思嗎他排版就會 有一點 狀況 好我可以跟大家講喔這個Foodroll這個這個數字他不可以是小數 他不可以有小數 他一定要整數 然後總和是12 那 呃你說切割 反正他就是沒有辦法切割那麼細啊如果你要弄個什麼 45.98 比例 這個可能是做不到的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啊他到底有什麼東西 來 include text 這個這個語法裡面呢我們這個多打點字 有了了了 好在這裡 哎這個暫時哎我先 我先把這個我先 我先把這個改回去好了是是是 好 你這邊是不是有看到 這個12345 這邊是不是一樣有這個東西 好這拿來幹什麼呢就是有時候啊你的網站 你那個版面上文字啊你常常想要做更改 但是你又懶得你又你又不可能每次 你每次更改的時候難道你都要改UI嗎 哎就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把這個你需要更改文字啊 放在個txt檔裡面 然後讓他呈現出來 看你是要用這種方式呈現 還是用這種方式呈現 就上面跟下面兩個語法嘛對不對 好中間的br是什麼東西br就換行的意思 類似於enter 我們來多幾個br試試看 看到了嗎 他是不是多了好幾個enter 好所以你想要 多幾個控行大概就是用這種方式呈現 好那這個 這個來接著include include html 這個東西啊 這是一個 好這就是一個 普通的網頁 這普通的網頁 你說include html這樣子有什麼特別呢一樣 假如說你可以到假如說我 我一樣用我的網頁翻例好了 好假如說你覺得我publicationlist特別想幹啊好不好來我們右鍵 另存 另存新檔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publicationlist 對吧我們到 我們到桌面這裡 好他是不是就一個html檔 這個html檔 你如果直接用 開啟檔案用chrome打開 來 他就是他就是長成這個樣子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我們把他 我們把他 上傳到我們這裡來 我們把他放到這裡來 然後我們把這個我們把這裡啊改成 好我們按下run 好你看這裡是不是就被 香入了一個我的這個 例子了 所以你想要幹別人的網頁 你知道要怎麼幹了吧 對不對把別人的網頁你覺得看得起來不錯你把他幹過來 直接香入你的自己的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然後這裡 就像這種檔案這md這種檔案這種檔案是比較難 理解的啊這種檔案就是 我的上課獎勵其實都用這種方式做的 他是一種特殊的語法 這個我們這裡沒有特別教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些 最後這個網頁 最後在這裡absolute panel這裡有一個absolute panel 他在這裡 就是浮出來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裡面啊你先指定一堆參數 呃離 上面60個pixel 然後 左邊 auto right 20個pixel 那因為right 20 left當然就auto了嘛對不對 那 那這個button auto的話 top就要指定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 寬度 高度 然後 這些 東西設定完之後 我這邊要放個date range input 跟一個slider input 如果我現在想要再放個radio button我放給你們看 好就1到2好了就這樣 1到3好 這裡是不是又多了一個radio button 這樣可以丟 所以這浮出來的東西可以 不斷去改 不斷去加東西喔 好那加完東西之後啊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 這裡啊我們給他什麼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超連結 Text A Text A 然後這裡 HERF 這裡放上你想要的超連結的 路徑 然後這裡是你想要顯示的文字 你在這裡就this is my homepage 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我的這個 就是我的這個 我所提供的這個 指向 路徑 好用 Text image Text image 這個可以去相錄一張圖片 這個就是圖片的 路徑連結嘛對不對 然後寬度啊高度之類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最後再來看一下 ifriend ifriend是相錄一個網頁 剛剛你說要幹網頁對不對 其實相錄一個網頁比較快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相錄一個網頁 剛剛就相錄我的網頁嘛對不對 高度 寬度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欸你就可以直接 在這裡人家就是直接在這個網頁上面 去做一些這個 就是 就是訪問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 等一下 要做練習題是什麼啦 等一下做練習題啊就是這個 欸我們在 首先就是你 你要先到剛剛那個 就UI example那裡把他下載下來 然後你要對他做一些 簡單的操作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做一些簡單的操作之後啊我們要在 這個基礎版練習衣的基礎之下做一個改變 什麼叫 做什麼改變呢我們來看一下啊 等一下 我剛剛 不小心把我分頁關掉了 好就是 你就是跟我像我剛剛那樣玩一玩之後啊 你到買APP這裡 這是剛剛基礎版練習衣的答案嘛對不對 基礎版練習衣的答案 我要你做哪些事情呢第一個 請你產生兩個分頁 第一個分頁是主要運算區域想要就是這個嘛 第二個分頁是 請你 提供一些軟體開發者資訊 軟體開發者資訊你可以寫上自己的名字啊 給一些超連結啊 什麼之類的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如果懶得找的話給國防選也可以啦 好不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第二個是 在分頁中啊你可以讓用戶選擇 是否要使用範例data 現在這裡 你看這個網頁其實他其實蠻不方便的 他一定要 使用者上傳一份data他可以體驗那個功能嗎 你說這個 隨便給人家有一個網址 這個data 是那麼容易可以隨便就 就是 你就知道說要怎麼弄啊對不對是不是很難 所以說啊你給人家一個選項用radio button去選 選說 你要不要使用範例data 要的話 你就直接用IRS這個資料 然後直接讓他做一些運算 那 ELS的話你再讓他上傳data 然後進行這個運算 好那我們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那這個練習題會花掉比較久的時間給大家試一下 好啦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練習題的答案啊 這個練習題的答案喔其實我是沒有想過你們可以做出來的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結果好不好 你那個前面那個東西喔你是可以做一些改變 但是你不可能做成像我現在這個樣子啦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 不要笑那麼燦爛嘛你們看一下 那所謂的做不出來的結果到底是花俏到什麼程度好不好來 好這是 練習二的答案啊你們看這個畫面你們覺得看起來像做得出來的樣子嗎 不是做不出來啊就是一點點要磕啦 不是短時間內做得出來的這樣都會什麼好 Do you want to use Example data Yes I want to use example data 用了以後這邊可以選這個嘛對不對 你發現了什麼事情 不只是這裡 這些都基本功能這些我們早就會了嘛對不對 重點是什麼 這個東西 它居然可以黃底藍字 對不對 我要分析資料勒 Example data進來一樣 黃底藍字 Software information這邊比較簡單嘛 這邊就是一些文字的描述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UI端它到底長什麼樣子啦 好Netbar page 然後這個是標題然後兩個tap panel 第一個tap panel跟第二個tap panel 第二個tap panel 裡面就是Software information 跟它它就是有很多這個文字的描述 裡面有些地方有超連結 有些地方要換粗體 有些地方換鞋體要改顏色 這個東西在這裡都可以找到參考依據 好那在這裡 首先我們把它切割成了 3個區塊對吧 1 2 3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Foodroll 跟Colent 把它切割成44 這樣可以接受 好接著 在這裡 Do you want to use unless your data 在這裡最重要是step 1 在這裡是不是有 欸又你看又S3 又P 又Strong 又Span 這邊Style是 Blue 對吧 然後我們講這句話 Step 1 Data Selection 你看這一 狀文字我到底給它加強了多少強調 又 Level 3的標題 又 藍色 又粗體 對吧 那一樣 Step 2也是一樣 只是是Green Step 3是Red 好那 在這樣之下咧我們來看一下在這裡 Summary的這裡 我又給它的一個Style Text style在這裡 Text CXS在這裡 Summary Summary是跟這個 跟這個跑的喔 Summary這個物件 我希望它Background Color 是25525 0 0.4 什麼咧 0.4是透明度 2525就是 紅色255 綠色255 這樣就是黃色嘛 對不對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Color Blue Color就是那個顏色的Blue 在這裡我們可以用色嗎 假如說我想要用 紅色 FF 000000 這樣是不是可以按下RUN 好你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可以變換成 我們想要的樣子 好這樣懂意思吧 好所以說這就是我們 練習2的答案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再 持續練習一下 好不好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練習3 練習3 第3節的這個內容 第3節的內容啊 就是 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之前有教過plot output plot output對到randomplot 對吧 然後還有table output random table 這個我們教過了嘛對不對 好接著 text output 我們雖然沒有教過 不過大概想得出來 就是 出現一堆文字 喔我好像有教過啦 我想起來了 我在第1個 第1次上這個APE的課的時候 那個Sampleside估計那裡 就是用這個text output 好那這個東西 很常用了嘛對不對 UI output我也教過了 Data table output 還沒有教過對吧 html output 這一節課還不會特別教 下一節課 會教他 主要就是 我們在 第10課第11課的時候 是不是教了很多 Google chart啊 或是 D3js的這些 應用啊對不對 欸這些東西 講真的 paper上都不可能放匯動的圖 對不對所以說 你絕對是要放在網頁上面那些匯動的圖才有意義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Data table output 是我們今天要教的 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 UI UI.r這裡 在UI 這個檔案 我們打開來之後 你看basic 這裡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選擇 選擇完了以後 在下面居然可以顯示出 我們select的哪些Raw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在這裡 限定只能選擇一個 好這個Data table它很特別喔 它可以同時選擇 顯示多少個然後切到第幾個分頁 這是一種很 很 很方便的一種table output的選擇 這樣懂我意思嗎 Fighter在這裡你可以選擇 欸去指定 他這個Variage 你看現在只有選到 某35個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接著 這裡不用看那colorful這裡 他可以做一些這個就是 table的一些改變 這裡可以排序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功能是怎麼被弄出來的 好我們先看第一個basic這裡 好這裡顯然他就只有一個 Data output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在ui端他其實並不是特別複雜 他就 Data output DT 這個意思是DT這個套件裡面的Data table output 因為Data output這個函數 Shining也有 DT也有 DT是一個額外的擴充套件 到時候你們要特別去下載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DT這一個 特殊的這一個 就是套件 EX1他直接出來out1 他是怎麼做連結的 其實他直接就是present 這個 INPUT裡面的EX1 這個EX1顯然就跟這一個是連動的 EX1 底線RAWs底線select 所以你的table output裡面的 那個物件名稱底線RAWs底線select 就是你選到的 這個 RAW數 那針對這個你就可以做一些進階的應用 等一下我們會做示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EX2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他 在selection等於single這裡啊 我們就可以去限制他說 他去這個 就是 他只能夠做單選不能做複選 這樣懂我意思嗎 第3個 fighter等於top 他在這裡就可以 做出一個 讓人家在探索數據的時候 可以只篩選某一個範圍內的數據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了嗎 接下來EX4 EX4我們先不談啦 好不好 EX5我們怎麼去針對這些 東西做一些花俏的改變呢 來我們來看一下 粗體 粗體跟沒有粗體的部分 來 format style data table output data table 這個 弄出來之後 首先 format style 對於第一個變相來講 我們給他一個 weight form weight 這個 style interval 5 用5來切割 normal或blue 這個什麼意思勒 就是如果超過5就用 那個粗體 沒有超過5就用 normal 那 對於第二個變相來講 我們可以給他一個color的interval 這個color interval是3.4跟3.8 然後切割成 這樣總共切成三個區間嘛 white blue 跟red 那接著呢 在background color這裡 我們再給他切割成 用3.4切割 切割成 gray 跟yellow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看 你在這裡就可以 這裡就是指定 第二個變相 我要怎麼去搞他 那第一個變相 第三個變相勒來 根據這個他的數值 我來 呈現這個長條狀 這個長條狀可以幫助我們很快的 在看到數字之前 去理解這個數值的相對大小嘛 對不對 那你看這個 190%是指說 這個100%要填滿 那這裡只填滿90% 上下只填滿90% 好最後一個 這個變相 我們可以給他rotate x y z 都各一個角度 然後根據他的這個 呃就是他的花的種類 我們去指定他要 淺藍色 淺 綠色跟 淺 這個就是 呃就是 粉紅色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啊這個datatable 這些花俏的語法 基本上我們就學會了嘛 對不對 這些花俏的語法學會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就是 呃第二個 第二個 好第二個example非常特別喔 左邊是一個datatable對吧 右邊是一張圖 我們選了以後 你看他是不是會highlight右邊的圖 那我怎麼做到這件事呢 顯然我用了這個剛剛 我select了這個datatable的東西之後 他是不是在input裡面會產生一個物件 就是 a rawselected 對吧 那我用rawselected去改變這張圖嘛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UI UI非常簡單 這是一個 標準的白頁 這個白頁裡面 他就是一個 呃 full row 然後直接去切割成兩個 兩個part 第一個part是一個dtdatatable 然後x1 第二個是proutout 這樣非常簡單嗎 對不對 好我們在server端來看一下 這個server端呢 我們首先先把cars這個data 把它 就是當作範例data把它弄出來 然後在dt table裡面啊 我們直接把 data把它print出去 所以這筆資料 他其實就是cars 那個範例資料 對吧 接著呢 input x1 x1是這個 物件 x1rawselected 他選擇這個是一個raw number對不對 選到了哪幾個raw 選到哪幾個raw之後我們先把x跟y把它plot出來 plot出來這就是一個標準的圖嘛對不對 當我全部都不選的時候 這就是直接xy去做plot 標準的print出來的圖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標準print出來的圖啊 這個在plot之後呢 如果他的 selection 他等於0的不等於0的話 我就用 points x selection yselection 也就是被我選到的x跟被我選到的y 我去做什麼強化 pch等於19 就是 10星點 然後6等於2代表他大的點 然後 color等於red 所以他其實是覆蓋對吧 點下去之後其實是在那張圖上面做一個覆蓋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等一下大家在自己練習啊好不好我們先 看一下就是今天的這個練習3 今天的練習3啊就是 我們希望你用基礎版練習的答案在下面 好這是基礎版練習的答案 好這個可以畫圖嘛對不對 然後畫圖了之後 欸這個 我們希望你呈現什麼東西呢 希望你呈現一個 data table 然後這個data table啊 點了之後啊 在這個右 點了以後在右邊的這個圖啊 可以做一些相對應的 這個就是 這個 點的這個強化 讓你知道我現在選到哪一個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啊我們直接來做示範好不好 但我們示範不是去貼答案 我們是來教大家我們怎麼樣 在 UI端在這邊做開發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哦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所要的這個做的東西是 增加一個data table 在使用者可以highlight他的個案 所以我們需要加一個 Data table嘛對不對 根據我們剛剛的排版 我們希望啊在這裡在這裡加 那我們就用Full Raw把它切割成兩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我們怎麼切勒 前面這邊抄一下好不好 咳 好我們這裡一樣library dt 好6然後這裡一樣 然後我們把這裡把它放過來 好最後再給Full Raw一個這個 結尾 好現在這個我們現在這樣切割完之後這個x1是 我們就叫dt好了我們不要叫x1就叫dt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我們現在 改完這個之後一樣你先按RUN 好他不會有任何改變只是圖被丟到右邊了這樣懂我的意思嗎因為 現在我們並沒有指定他那個table長什麼樣子 好那我們先接著把這個dt把它弄出來 output 裡面的dt 他等於Renderdt 好一樣我們先把Data把它讀進來 Data讀進來之後我們產生一個新的 好我們這個我們只要呈現這個好了 input y 跟input x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把Data讀進來之後啊 我只呈現 Data裡面的 選擇到的 x變相跟y變相 然後我們把它preend出來我們按下RUN 好大家看到了嗎我現在是不是height跟weight 對吧 好現在當然你選他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啦對不對因為我還沒有對 他圖做連動嘛 對不對好那我要怎麼去做連動呢 選到這個東西是不是叫做 DT Rules Selected 對吧 那我們先來我們在這裡 Plat這裡我們就來給一個 Selection 我們去前面抄 Selection 等於 DT Rules Selected 對吧 然後if 這個 一樣我們後面可以抄這一段啊 if Length Selected 它大於0的話我們把它插在這裡好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那個預測線的話就可以在最外層他會把所有東西都覆蓋住 if Selected不等於0的話我們就把x跟y 畫出來然後我們這裡 因為 我們把它畫black好了 因為我們本來點就已經是有綠色紅色跟 藍色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這樣用黑色強化比較清楚 好看到了嗎 這樣是不是就把它改完了 好所以我想啊就是 我們現在總結了一下我們這幾次教到的東西啦好不好 我們這幾次教到的東西大概就是重點就是什麼 我們今天首先就是教了這個 UI端的這個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改UI嘛對不對 這邊等一下大家需要大量練習好不好 我們給 給時間給大家練習 然後接下來 這個Data Table Output Data Table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物件 我們今天學習到了他要怎麼做 操作 他很適合拿來跟使用者做互動式的這個運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還有UI Output跟Render UI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嘛 對不對 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做多重的這個就是 UI到Server Server又到UI UI又到Server Server又到UI 這樣的一個流程的設計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下一節課我們要教 把這個Google chart跟這個 就是 還有這個就是 哎 D3JS那些元件 把它放進我們的App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啊 大家還在練習一下好不好